这个南瓜呀,可是个宝贝 常吃对身体好处那可是太多了 但是很多人在家里只会蒸着吃,炒着吃 今天和平教您一个新的吃法 酸酸甜甜,QQ弹弹 而且一滴油都不放 首先咱们把南瓜削去外皮,一开为二 用勺子掏去瓜瘾,切成厚厚的薄片 切好后全部放入蒸锅中 水开即时蒸个十分钟 时间到将蒸好的南瓜放入大碗中 用勺子碾压成泥 加入一小勺的白糖入个底味 一斤的南瓜放入大约300克的糯米粉 再用筷子搅拌均匀 然后用手揉成一个光滑的大面团 取一小块用手全部团成均匀的小圆球 家人们,咱们的南瓜泥再加入糯米粉以后 先用筷子搅拌成面絮,再用手去揉就不会粘手的 老弟把做菜的重点和细节都告诉您 只希望对您的厨艺有一丁点的帮助 也希望您能留下一个非常宝贵的小红心给老弟 和平在这里感谢您的支持 接下来咱们锅中烧水水开依次的下入南瓜丸子 煮个五分钟 等南瓜丸子全部飘起熟透 给它全部捞出 然后再起锅不用放油 加入一勺的清水 十粒的冰糖 用小火把冰糖熬化 加入少许的浓缩橙汁 淋入少许的水淀粉 把汤汁熬至粘稠,下入煮好的南瓜丸子 快速的翻炒均匀 最后撒上一把白芝麻,咱们出锅装盘 南瓜您在家就像我这样做 酸酸甜甜,QQ弹弹,大人小孩都爱吃 喜欢就收藏起来也做一份吧 感谢您的支持和观看 咱们下一个视频再见